新竹县虎口香人口越来越多 单身火车站所在地的孝氏村 却苦无集会空间办活动 中央和地方就花费三千万 拆除旧的图书馆 改建成四层楼的集会所 已经完工 落成启用 将开办社区关怀据点 方便长者来上课共餐 方口师献上大吉大力祝福 众人剪彩 欢庆虎口香孝氏村集会所 即活动中心启用 中央地方花费三千一百零五万 历经两任相涨完工 我们原来的预算是两千六百五十万 因为原物料的上涨 所以我们湖口香孝所 在追加四百七十五万 在一百一十一年的一月份动工的 所以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 在不影响品质的这个工程 让我们非常的顺利 因为营造厂跟我们工所 共同的来努力 从它是一个很老旧的建筑 拆掉 然后从无到有 就 然后 我经过 经过的时候 就都觉得说 这一个建筑物是 很 很漂亮的 其实就是 大家的努力 拆除香利图书馆 花了两年改建成集会所 位在火车站前的精华地段 四层楼白色建物采光家 有电梯 无障碍车位与厕所 方便高龄长辈使用 启用后进驻城社 预计明年初就能开始社区关怀据点服务 也要提供免费共餐 让长辈吃得营养健康 我关怀据点 礼拜二 礼拜四共餐免费 八十岁 我们往前走 前面有个出口 以后这边也可以上一些什么课 就上一些 有很多课程都安排了 瑜伽啦 那一些啦 舞蹈那些都安排了 目前这样子社区来的人 大概有多少人 大概也有二三十人 一楼是集会所 二楼是社区活动中心 相公所也将空间借用手续 转用线上系统操作 让集会所管理更透明 社团办活动更便利 好